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道德楷模 贵为国家领导人 却尊重告诫当官的人 要提携比自己有才能的年轻人 张先亮 一个右派的四亿人生 一个作家 一个右派 一个亿万富豪 张朝阳 任何追求都是焦虑的源泉 44岁时 说张朝阳回到了三岁 读了历史 送了佛经 那是速度在压迫时间 还是时间在改变空间 这就很多个人物 你有什么感觉 肯定是掉胃口的 这本书肯定是畅销 对 没错 富豪啊 大家都关心啊 你这接触这么多富豪 给你最深的这个感觉 印象是什么 其实我跟你讲啊 我是被这个社会给炒弄了一把 炒弄 就是说因为这个我本身的话呢 我也没想着我会成为一个作家吧 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作家 我自己说我是马钻的 因为因为干电视的 说这个不好干电视 才开始马钻去了 所以我写完那唱《无门》以后啊 他们就好多人跟我说 所以有的媒体就说 说王轩 你开创了中国的新软饭时代 新软饭时代 说李生平 新软饭的嘛 对 说为什么呢 说你要看 说现在北京上海的五星级酒店 全是帅哥 在那干嘛呢 等富豪 等着富豪招兴 等着富豪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和人生 所以我现在一写什么 大家都认为啊 我是专攻富豪的 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觉 为什么是错觉呢 实际上的话呢 我关注的是什么 我关注的还是这个 在时代变化之中啊 整个的时代的大量的这个速度 挤压 完了以后啊 这个人啊 他的人性啊 所表现出来的他的生命力 他怎么在人生的困境的时候啊 他能够挣脱自己 他说这事为什么 最近咱们好像都有幸啊 到这个一些富豪家里做客啊 詹老师去两家 我去 你这里边写到一位李小华啊 有有幸蒙他邀请到他家做客 我也是这个很有感触 所以就是特别想跟你聊聊 你比如说 我到李小华家 你的书里也写到 对 他花了两亿一千万 装修的这个这个就美轮美奂 然后一进他家门 先是来一人 就跟进一博物馆似的 给我们介绍 那你看这个柱子 这个石头 意大利来的这个大理石 柱头上用了多少黄金 就就那样 然后完了之后呢 就看这个纪录片 看到这个李小华的这个 很多创业史 让我觉得挺好玩的是什么呢 就是餐厅该吃饭了 你一看他是欧式的那种 他的餐厅高倍大仪那样的哈 但是端上来的呢 他请的是部队的垂食员 我一看我爱吃啊 红烧肉啊 什么的 然后跟 骨肉蒸笋条 没错 冰团饭菜 冰团饭菜 其实李小华挺可爱 对 我说我觉得你说说段子 有点像江坤的 江坤当年北大黄 跟我一块插队的 然后呢 他津津乐道的是跟你讲什么呢 讲他在当年插队的时候的几段恋爱 对 那意思几段恋爱啊 他就他的感触 就是那个时候我就看出差别来了 有的时候是人家娘说了 说你这一开拖拉机的 你有什么物质条件呢 你能娶我的女儿 我觉得他讲这些个经历 他这个 这个地方是这样 就是说啊 呃 其实这个扎老师可能能懂的一代人 就是说李小华当时进兵团的时候 他们哥仨一块去的 嗯 他哥他弟弟他 他去的时候不到不到17岁16岁 嗯 在黑龙江的罗北中苏边境上的一个小镇 最最冷的时候零下47度 嗯 嗯 他们那时候这个冰团的人干什么事吗 开拖拉机 但看了拖拉机你说咱们现在都开车 说这个那个自动挡的 嗯 无计变速 也不用着车 着说多冷的天一打就着了 嗯 那时候得有摇坝 嗯 拿热水得浇 嗯 对吧 他这个能不能的这个把这个拖拉机啊 就开到那个那个那个田里以后啊 那车灭了 车灭了怎么办 就把那车上把那摇坝卸下来 塞进去以后 完命的摇 那摇坝摇的时候 他有反作用力 他一摇没摇好以后 那个摇坝反回来以后 把他肚子拉一个大血口子啊 没有人 大荒滩啊 嗯 他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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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在地上 那血就在那流 17岁啊 哎呦 他就他就第一次感觉到了这种啊 生存恶劣的环境啊 对他生命的考验 你说这个我还真是有有有有感受 因为我也认识另外一个富豪 不在你这个里边叫张大中 就是创办那个大中电器的 对他当然跟这个我后边这种 那个法拉利啊什么豪宅不一样 因为到现在他还是很很朴素的一种生活 我认为很低调的啊 所以我也不知道在这讲合适不合适 但是就是说我知道他也有 类似于去东北的这种经验 就是因为他们那时候在文革初期的时候 他们家因为他母亲曾经被打成反革命 就是后来就是被枪毙了 你知道然后这样的家庭的孩子呢 是连你去插队都没有权利的 所以呢他们几个出身就是问题家庭的当时中学毕业以后 就是要求去不让他们去 最后这三个人就扒火车去了是东北还是哪儿 然后就到那儿人家还不收 就他们愣着站在火车上就到那儿了 然后回来就没有车坐坐在站在一个拖拉机上 人家就冷得要死的那种 然后好不容易最后从拖拉机又跳上一辆煤车 就货车然后怕那个茶哨的茶的 不花钱 不花钱啊他没钱 扒的煤车 那个煤车是飞驰的煤车 对对对对 那得有两下的 没错 车一减速在这个铁路边上趴着 飞快的跑上去 他有像伸出来铁的八手 就跳上去抓住 然后翻到里面去 他减速以后 然后还有人检查 他们就都不敢出事 你知道 然后来就说这检查完走了 就往那扔石头 说怎么这张大忠也不成事 说冻死了 完了 就是猛的这样 您讲的这问题让我想起一个事 你就是说 实际上三十年前 对于中国人来讲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身份 对 所以这三十年为什么伟大 他伟大在哪呢 就说不是说 我们创造了多少数字 创造了多少壮举 创造了多少成绩 他伟大就伟大在 我们人的思想解放了 对 打碎了身份识别制度 没错 以前我们有身份识别的 没错 你是地主的出身 你是革命干部出身 是吧 你是怪分子家庭出闻 没戏 就是零下47度那地方 你想去 文韬 没戏 你去不了 想挨动都不行 你讲的就包括刚才 我就说李小华的兵团的那种感觉 什么高干子弟 他那时候感觉到差别 我就想起前一阵的毛鱼士 在我们这做节目 老爷子灌输给我一思想 我觉得还真没这么想过 他说 你像以前的那个 三十年前那个时候 对 也许是贫富 我们是平均了 对 一样穷 对 对吧 可是实际上啊 隐含着很大的真正的不平等 不平等 身份的不平等 没错 那你说改革改革三十年 我们有时候很演气 觉得贫富怎么差距这么大 可是啊 那个身份的不平等 现在也有啊 但是比那个时候是小了 当然了 你就说 就说这个节目啊 说文韬 说你这节目说 说你这节目干了十年 这么辉煌 从什么开始干起来 说你从讲黄段子开始 那时候敢让你讲黄段子 是吧 黄段子是什么呀 是人性 是 哎呦 人性解放啊 是吧 你干的魂心解放都早 原来当我们枪枪三人行 今天人吧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一讲起来啊 这书上的很多富豪啊 甭管英雄 枭雄 那都出于草莽 当年可能是苦得愁深的 个个都是 但是一下三十年过去 你看涌现出这么一个 富豪的这个群体 人们看着这个 这帮群体 反正是什么议论都有 可是啊 我有一点 我觉得一个人呢 他能做到这样 他总有过人之处 对 就所以说我就纳闷 咱很羡慕人 怎么就能在这三十年的 翻云覆雨当中 他就出来了呢 嗯 你你感觉呢 我我是对这个特别有兴趣 就是呃 大家讲说 上帝说生来平等的 实际上从这个层面上来讲 人是不平等的 他不平等在什么地方啊 不平等在啊 人的禀赋不同 我理解成是吧 就是他的生命力不一样 那有的人有巨大的生命力 就是欲错欲勇 他的生命啊 你越挤压 他越奔发出来那种啊 完全超越你啊 空间超越你 生命本身这样的一种创造力 嗯 他再加上时代 你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 哎 你比如说 我我我们讲说 作家 作家的话呢 那个说人你请讲 说作家和时代啊 可能是相悲而行的 有时候是时代有幸 而作家无幸 但是富豪 有时候是必须得是 时代也有幸 太太也得有幸 嗯 没有好的时代 你的特殊禀赋啊 你就发挥不出来 但是呢 也只有啊 他有特殊的禀赋啊 他才能够超越一般人 是吧 你说这个 他提出一个词啊 叫生命的控制力 这事你举个例子说 你比如说啊 我就我就讲 你也熟悉的小华 嗯 小华这钱是怎么赚来的 首先啊 我说他是因为一场爱情啊 把他那个精神的蛋壳给打碎了 嗯 什么爱情 他是 你比如说他 当年我说这个肚子拿出血来了 对 对吧 他特别需要 那个小 那么小的时候 他情窦初开 他需要什么 需要温情 嗯 爹妈不在 没有人给他 他实际上是一个女人的温情 是对他最重要的 嗯 兄弟情义 情义 他看上一个小姑娘 哎 也爱上人家了 但是呢 他得不到人家 他他当时大家都要回城 因为人家是高干次第 嗯 是吧 他拼命的想要改变那样一种局面 是吧 他这个 进不了北京 到河北卓州落户 完了以后 那边同意接受他以后啊 他就是说 把火车又回到哪去 回到罗北 他们家 他们的地方叫二十七团 他离他这女朋友 那个地方还有十几公里 都是雪地啊 嗯 他躺着七七生的雪 就想把这个消息告诉他那女朋友 去了 去了以后他就敲门 敲门都半夜了 他说你女朋友不在 说他回北京了 他不相信 他怎么可能呢 他回北京再跟我说啊 说我们说好了 又要回北京呢 打开门一看 确实又回北京了 他一看 他又翻回头来 又躺着这个七七生的大雪 又往回去板 回到他们连着说你 你歇会吧 说明天再走 不行 他又把火车回北京 就找了女朋友家里去了 他不是也跟你讲了 一敲门 对 是吧 爹妈说 不行啊 你有什么条件 娶我女儿啊 是 是吧 会开拖拉机 会开拖拉机 哪是本事啊 这就化悲痛为力量 是吧 他那么小的时候啊 实际上他没有文化 他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物质世界的问题啊 要拿物质世界来解决 这是他的人生的第一个信条 刚才你说的 我为什么倒了这一点啊 就是说 讲到控制力是在后面 就是说 他这个时候啊 他的生命的那样的一种力量 他他那种尊严受到伤害以后啊 所迸发出来的力量 是巨大的 对 失恋过吗 那点谁能没失恋过 就跟说没活过一样 失恋的人 他就有巨大的心愿力了 对 没错 你这里边那个张鲜亮 也是我唯一认识的 他那个右派经历 包括在那种右派的身份的时候 从饥饿 就根本没吃的 到爱情 就整个这个性压抑啊 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可能都看对画树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那里边那种西北女性给他的温存 就让他感觉他还是个男人 他是一个张鲜亮是一个江苏的遗兽啊 他们家是江苏大牌坊 因为我看过他妈妈的那照片 大家威秀啊 那个鲜花铺满的庭院里面抱着他 他到了西北这么样一个地方 叫流放 我们严格意义上叫流放 从北京到那流放 那个时候我们要建立红色的北京 把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就流放到那去了 后来的话呢 他为什么能够感受到西北女人那种贴骨贴肉的温暖 他是和我们汉民族的东西不一样的 他叫泰米尔突鹊语 他是和汉民族叫 他说那个他是书里面写的马银花那段 他说这个我们表达爱 他说我喜欢你 后来马银花说 哎呦羞死人了 说我们西北女人不这么表达 我们西北女人说 钢刀抹了脖子 我拿血身子护着你 钢刀抹了脖子 我拿血身子护着你 有多少女人能这么护你啊 所以赶快到西北去找 听着都热火 没错 不知道这马银花现在怎么样了 叫你们正说啊 感觉是女人是事业的原动力啊 那是啊 在那受了挫折了 可是你比如说你就像刚才 我也听说过 你就是极大的那种苦的仇身 对 然后到今天 我不听人说那个什么张鲜亮现在是坐拥交期 然后身后70条藏锚吗 肯定不是那马银花了 是一个我估计 因为我见到张鲜亮说 他正在准备要要致富呢 那大概得有十几年前了 但是那时候他的目标将来 付了以后的目标已经就是开着奔驰 从宁夏开到北京 然后那个奔驰的旁边的座位上就坐着一个 比如说跟他女儿那么大岁数的一个一个交期 我说我说他 我觉得这个 这开始让你听的惊心动魄 后边这看的我觉得 他人生达到了一种四亿 就是说我们说什么叫四亿啊 四亿是精神和物质 都撑满了番 都在 都在以极大的力量 向生活在展示 他是什么时候展示 他在70岁开始展示了 70岁 对啊 当然张鲜现在72了 对吧 在72岁的话 人的魅力啊 特别大 身材着装 打扮的务实 70岁 我觉得我 我觉得我赶不了人家 80岁更大 你见上了 你跟他比一比 一学张鲜亮 二学杨振宁啊 杨振宁啊 杨振宁啊 80岁都在重振雄风 而且我觉得你这个 他就是 他这个肯定是他这个父辈 或者祖父辈的 这个商人的血液在召唤呢 当中这个写作 可能就照你说 这马字只是一个 就是说他有这基因吗 就是质 当然有 因为他是在 泛泰西北的仓良 他一个是啊 他刚讲的这个 就是说他是一个买卖资本家的后裔 再一个的话呢 他因为有文化 他在洋圈里啊 读了十几年的资本论 对 哦 他天天在洋圈里 不是不让看别的说话 他读资本论 资本论里啊 才是真正的经济 资本论是经济学原理 你现在一说 我想起来 我见到他就是在90年代初的一次会议上 那个台湾来的那个著名的左派作家叫陈映珍吧 在那就一脸愁容的在那说 就是说这个大陆怎么办呀 现在这个都商业化 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个很败坏的一件事 他很发愁 这个国家民族的前途什么 然后这个张鲜亮就说不行 你们而且那个会是在环境与文化这么一个主题 然后他就觉得陈映珍就觉得这么一来 就把环境给破坏了 然后张鲜亮就说 他发言就说 我欢迎你们所有的人到我们西北来污染 你们要不污染 我们怎么脱贫呢 他这个脑子 他一个作家 他想的是这个 最后他就是在西北建那个影视城 好像是这么发的菜 其实我给他题目叫 一个右派的四季人士 那里面有悬外之鹰的 就是说如果说 这个时代不转身 不转型 他还是一个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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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 因为我在85年的时候 他刚刚开始火 他广播间就讲课 他怎么讲 他说 我是在用我的爪子 再来触摸中国的景区 我发现什么地方 温度发生变化了 我就尽快地爬 以最快的速度 把我的爪子收回来 但是他用他的爪子 打引号的爪子 他摸了中国的政策十几年 很多境区都是他从文学摸的 但是没有一次 把他的爪子烫回来 这就是极其敏锐的政治嗅觉 对 这也是一个素质 对 而且你说到这 也说明我们时代宽容了 对 但是你刚才说的 这个生命的控制力 我又想到 就在张希亮身上 因为我前不久听到 他有一个 是在访谈当中 还是什么 有一个感觉 他说觉得 他其实很担忧 现在这个社会 可能是说到了贫富玄说 弱势群体这些 他认为 就是出于一个 这个财富精英 或者社会精英的角度考虑 他也要觉得非常重要 要面对这个怎么样 比如说扶贫 帮助弱势群体 因为否则 作为他这样的财富精英 都会感到非常不安 有一种非常不安全的感觉 对 如果你觉得他是一个直觉 很敏锐的 你说的对 所以要养70条藏牢嘛 对 养五月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好 安全感 对 我说为什么 就是说 这个一个社会 一个社会 这个大家 现在不是讲和谐社会 是吧 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什么 大家能够自由的倾诉 就像咱们强势三人世纪这样 想说什么 说什么 大家和分细语的 因为人和人之间啊 最大的和谐是什么 是倾诉 是倾诉 倾诉啊 人对人的之间的交流 所有的隔阂的产生 都是因为啊 没有倾诉感 缺少倾诉感 倾诉感 原来你对这人说 东东他这人 我以前没介入 我倒讨厌这人 后来啊 发现啊 我还是有傲慢和偏见 一接触 发现 哎呦 我们俩骨子里是好朋友啊 对 富豪也是很多 也是人 因为我就发现以前不认识的时候 对 瞧不上他 但是后来成了朋友 就是因为掏心锅子了 没错 你讲讲 哎呦 原来你理解了吗 互相倾诉了 他是怎么过来的 这个问题就带来了什么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倾诉了 就是缺少安全感 缺少安全感 对啊 那么你说 谁愿意 我对一个陌生人 我为什么要说真心话 面对一个富豪 尤其他是富豪 我凭什么要给你说真心话 那么你像你刚才讲 说这个张鲜亮到70岁 就感觉拉满了番 甚至用了四亿 这么一个词 要展示 但我的问题是 他为什么要展示呢 你想一想 人活到了70岁了 你还不让他绽放一次吗 比如说 我觉得我要有钱 我偷偷摸摸享受啊 我干嘛要到处给人看呢 好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就是说 因为他是张鲜亮 对 因为他是一个作家 他在思想上 本身就占有一定的高度 但是他这种展示 是吧 恰恰 他又是物质的展示 他不是思想的展示 但是他这种 他这种不是 他现在 他现在在物 在文化上 给他建立了一个高峰 我们说 我们说人一生中啊 很难有两次高峰 对吧 接下来为您播出 走向2010 这种物质 另转